全台5000多家的便利超商统计 在门市设立的小额捐款箱 捐款最多的前三名都在高雄 而且捐款最高的门市 就是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 已经连续三年夺冠了 其中只有一位在夜市 摆摊卖排骨酥的老板 每天晚上收摊之后 就会固定到门市捐1000块钱 爱情部落人后 谢谢你的爱情 这位富人买完东西后 找到零钱通通投进捐款箱 这画面在高雄市三民区 这家超商经常上演 便利商店统计 全台近5000家的门市小额捐款 第一名的就是这一家超商 其中一位在夜市 卖排骨酥的老板 每晚收摊后固定到门市捐1000块 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觉得说有爱心 这个社会还是有爱心的 这家门市有爱心的民族还真不少 店员说每10个人当中 就有8个人会捐钱 平均每个月募款7000到11000 去年一整年募到将近32万 已经连续三年夺管 而全台排名前十的门市中 高雄就包办了前三名 第四名是台北市的中山区 第五名是台南 捐款大户前十排行榜 高雄和台南就占了7家 让很多民众大赞 南部人真的是很热情 做爱心啊 做爱心啊 是是是 有啊 我们没钱啦 十块啊 五块 叶者说超商捐款 没有开立发票也无法结税 市井小民对弱势民众有同理心 随手做爱心的小额捐款 真的是让人很感动 谢谢大家